啊 啊 啊 来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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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队长 救人 等等 你们两个保护箱子 我去救人 队长 小心点 别跑啊 你们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别跑啊 这是怎么了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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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哪 不 您 不 哪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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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走 起来 没事吧 队长 没事吧 湘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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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力 拜拜 respon 上班 巴卡 该死的游击队 他们竟敢杀了我们关东军的三个精英 还毁了我们的解军样本 这笔账我一定要算 我要亲手绞死他们 这些游击队 真是太可恨了 但是三胡 也确实是有些狂妄 方导 大总 有什么吩咐 查他们的藏身之处 消灭他们 方导 你在有机队里不是有内线吗 他现在人在哪里 目前我已经跟他失去了联系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内线是不可以相信的 中国人 一个都不可以相信 方导 尽快查到他们的下落 一个都不可以放过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让你追查游击队的下落 我还不可以放过 我还不可以放过 你可能会没有放过 你知道吗 你可能会把我放过 他就会放过 你可能会把你放在哪里 你可能会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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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追查游击队的下落 有什么线索了 还没有射索 凤凰山这一带 丛林广阔 面积又大 十分利于隐藏 更何况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逃往哪个方向 他们要有心躲着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他们 为什么不多派一些人啊 游击队也是人 那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睡 总要有一个地方 我们这么多人 一寸一寸地搜 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 根据我们上次围剿的情况来看 他们应该是从后山留掉的 我已经派了不少的人手 顺着后山搜查过去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结果 一群反童 都是废物 你不是在游击队里有内线吗 花了这么多金条 消息在哪里 是 小佐 小佐 中尉 情况怎么样呢 报告小佐 中尉 已经三天了 哈利秦一 也好 我就去见见她 看她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那 那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黑木龙少佐 让他准备围剿游击队 暂时不用了 少佐那里我会处理的 你去安排吧 我马上去安排 陆大哥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这钱不是我的 是我从高翔那儿弄来的 你下山的时候看见高翔了 我下山的时候 我看见他欺负老百姓 我就跟着他 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他 还把他的钱都给抢过来了 大哥 你做得真棒 不过队长跟我们说过 这个钱你应该交给队长的 你不能自己留着 给了给了 可队长说啊 先放在我这儿 等回头下山呢 再分给穷人 队长说的对 哎呀 这些钱呢 要是能拿去买些好吃好喝的 打打牙剂 那多好呀 哎 陆大哥 你可不能这么想 队长跟我们说过 这样的钱是老百姓的 我们就要还给老百姓 你怎么可以自己用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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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傻样 这你都信啊 哎呀 哎呀 陆大哥你又骗我 走 咱们到门口瞧瞧去 好 我走 走 小青年啊 多挣几个钱 我这个做大哥的 一定请你吃顿好的 哦 出来吧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我还以为你要躲我一辈子 我没有躲着你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怎么 队里有人看着你 也不是说看着 只是队长怀疑我是内奸 我不想被怀疑而已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处理好 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我们攻打凤凰山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别想给我装傻 我们攻山的时候 凤凰山一个人都没有 这件事情 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你为什么要通知他们 难道你想两头耍聪明 不关我的事 游击队早在山下设卡了 是他们发现你们行踪的 我有什么办法 说真的 你们的行动也太大意了 太小看我们游击队了吧 好 我就相信你这一次 说吧 现在有什么新的情报 游击队接到了新的任务 但是 我还不清楚是什么 这不是废话吗 你不清楚你把它弄清楚啊 这还要你说啊 我也想知道 但是现在队长在怀疑有内奸 所以这些任务都是保密的 对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这次的任务一定很重要 所以队长才会对我们保密 这一定是一件大事 也一定值很大的价钱 你就知道钱 当然了 不然我图什么 这一次的任务一定值得你们 出很大的价钱 而且游击队的藏身之处 你们也应该想知道 但是我觉得 你们不用急着去剿灭它们 可以用游击队的这个小鱼 钓钓更大的鱼 你倒是挺为我们着想的嘛 这是我为自己的生意着想 钱方面你放心 只要情报的确值这个钱 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那好 那我一定会替你搞清楚 任务到底是什么 但是 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说 我必须尽快洗脱我的嫌疑 这需要你们配合 可以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报告大佐 我已经跟游击队的内线取得了联系 获得了游击队准确的藏身之处 很好 叔叔 那我现在就带队去剿灭它们 慢着 先等等 大佐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你能有什么好想法 继续说 游击队有一个新的任务 而这个任务对所有的队员都保密 我想 这个任务一定非常重要 很有可能跟新四军总体战略部署有关 我想 我们可以利用游击队的这个线人 获得更多有利于战局的情报 要知道 区区一个游击队 并不是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 而整个新四军的行动 和总体战略部署 才是最有价值的 这只是你的猜测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剿灭它们 移除后患 黑木龙 邦道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 邦道你有这个把握吗 绝对有 好 那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处理 剿灭游击队的事暂缓一阵子 大局当前 不妨让他们多活几天 你马上去办吧 是 叔叔 难道你真的认为这样可以吗 国际队可是我们的心头大患 他们已经破坏了我们多少次的行动和计划 现在 好不容易有消灭他们的机会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就不相信 凭他一个小小的线人 真的能够钓到什么大鱼 叔叔 请务必三思而行 好了好了 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情交由方岛去办吧 黑木龙 我现在给你安排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 找到了 在这儿呢 快快快 快快 有人 有人 是鬼子 这些人的狗鼻子可真灵 竟然找到这里来 那怎么办呢 不行 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 这样 我去引开他们 你马上回去通知队长 赶紧走 那你小心点 追 驾 驾 驾 队长 怎么样 几个鬼子被我引到山里去了 干得好 这也 也就奇了怪了 没安静几天 这鬼子马上就找上门了 我也想不通 我们躲得这么隐蔽 怎么鬼子还能找到 莫非是有人出卖我们 就是 陆月威 昨天你进城 干什么去了 你问这干什么 我昨天跟踪你了 你跟踪我 对啊 昨天你进城之后 就消失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再说你不知道见了什么人 鬼子今天就找上门来 你不觉得这两件事之间 有联系吗 我什么人都没见过 你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显 你就是内奸 彩票 你再说一遍 事实证明你的嫌疑最大 要不咱们几个鬼子 能这么快就找到我们 是不是 陆月威 确实 你别胡说 小师叔不会是奸细的 怎么会是胡说呢 因为你们是同门 你当然吓着他说话 混蛋 怎么着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了怎么着 说了 说了 干什么 上一支队伍吗 从今天开始 在内奸没有查明之前 谁都不许相互猜进 我总觉得队长是帮着陆有为 他这不是姑息养间吗 队长还不是喜欢苗香二 苗香二是陆有为带进来的 他不 偏心他偏心谁 你们也别这么想 我觉得呀 虐队长心里还是有数的 咱们就等着 把陆有为这小子 抓了现行再说 不是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啊 那天我跟踪陆有为进城 之后鬼子就来了 你说那鬼不是他还能是谁 看来非他莫属啊 这个陆有为表面上看着老实 其实那满肚子坏水 我担心啊 聂队长他们会被他蒙骗 还不知道呢 是啊 这小子确实挺会利用人的 你们看平时柳禅 一口一个陆大哥的叫着 他帮他说话 这苗香二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这小子就喜欢利用 小姑娘的单喘帮他说话 不行 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要不然整队人都会被他害死 你们想想看 陆有为既然出卖咱们 那鬼子一定给了他不少好处 但我平时也没怎么见陆有为花钱呢 那他的钱一定是藏起来了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藏钱的地方 那队长 不是就完全相信了吗 有道理啊 不是 你们等什么呀 走吧 走啊 走啊 师爷 我看着 走 机灵点啊 你看 证据找上了 证据 还真有啊 你看 这个网不得 来 现在可不容陆我为否认了啊 告诉队长 走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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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要为这钱哪儿来的啊 怎么 你们搜我 怎么样 露仙了吧 放你的狗屁 这钱是从高翔身上弄来的 是吗 是高翔给你的赏钱吧 你平时就是跟高翔接头 对吧 那天我就看见你遇见高翔 这是你给的发暗号吧 你 陆大哥 陆大哥 你别着急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赶紧说清楚啊 向儿 那天我下山 碰到高翔在欺负老百姓 我就把他教训了一顿 把他钱给拿了 这事我回来向队长报告了 队长说把这钱先放我身上 回队下山的时候 发给需要的老百姓 这事柳飞知道 是的 陆大哥跟我说过 这个事队长也知道 陆大哥没有想拿这个钱 对吧 这不是我的钱 你们吵什么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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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这钱的事 给他们解释一下 陆一伟 什么钱 不会吧 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 钱先放在我这儿 回头下山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吗 你不会忘了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把钱给老百姓的 这些钱是你的吗 这么多钱哪来的 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也 你也 你诬陷我 刘飞 你给我作证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这事我就向你队长汇报过了 你 你是说过 但是我没亲眼看到过 而且我觉得队长 一定不会骗我们的 陆又为 你别装了 队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别装了 你别装了 你就是内奸 招了吧 就是啊 陆又为 你快招 我可以宽大处理你 聂天明呢 聂天明 我到现在才知道 你是这么一个卑鄙的小人 快招 陆又为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亏我那么相信你 原来内奸真的是你 给我滚 滚啊 滚啊 好啊 我滚 陆大哥 别走啊 队长 他是内奸不能放他走啊 就是啊 把他放开 放开 陆又为 我念你曾经是星四军的一员 我放你一条生物 我告诉你 做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好自我知吧 滚 你媚者的良心 不会有好报的 你们 都是帮混蛋 都是帮混蛋 陆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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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陆大哥 我必须得走 陆大哥 我们是跟你下山打鬼子的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啊 没有我 你们一样可以打鬼子 聂天明 也没有叫你们走啊 反正 你们都只相信聂天明的 不是这样的陆大哥 我们不是说只信队长 不信你的 我们只是觉得 队长他肯定不会骗我们 而且 而且这件事我确实也没看见 要不你先别走了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查一查 那件到底是谁 还你个公道啊 不用了 我做事 但求伟心无愧 聂天明的目的 只想跟我走 我还死皮泪泪留着干嘛 只是我走了 你们俩 要好好管住自己 你别走啊 陆大哥 你不能走 陆大哥 陆大哥 你一走 就等于承认你是内奸 这辈子都说不清了 承不承认都是一样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内奸 香儿啊 你要当心聂天明吗 你为什么把问题看那么绝呢 我是相信你的 但钱的事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钱的事情我确实跟他说过 可他竟然否认了 这样的队长能信任吗 我不相信队长会是这样的人 香儿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在你心里 聂天明是不是比我更可惜 你 好了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陆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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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柳伟 别生气 我刚才是演了一出戏 给那个内奸看的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这么做 是为了让那个内奸的尾巴 让他自己露出来 所以啊 才想出这个法子 要把他揪出来 其实呢 我一直都是很相信你的 这么说 刚才你是故意哪 对 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内奸 另外 这段时间 你要委屈一下 不要走得太远 替我看清所有的人 注意他们的行动 一定要把这个内奸 给抓出来 我说队长 你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 你害我激动了半天 我还骂了你 也对不起啊 队长 我保证 我一定把内奸揪出来 好 同志们 既然内鬼已经查出来了 以后就不要相互猜忌了 要同心协力 共同完成任务 知道吗 上级领导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 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 马上要路过康城 北上延安 我们的任务就是 一定要保护它 离开康城 康城是抵战区 鬼子又很猖獗 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安排 不能出一点差错 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咱们 看来咱凤凰山游击队 现在这个 那当然了 虽然是很大的荣誉 但也是责任 这次任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懂吗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队长 那个首长什么时候来 这个还没说 我们要等候通知 但是为了首长的安全 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 说出去 知道吗 知道了 队长 你找我什么事啊 刘缠 你平时跟海里青挺熟的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海里青 他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 平时话又不多 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面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古怪 最近 他从凤凰山上回来以后 我发现他嘴里少了一颗牙 问他的时候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很奇怪 队长 你不会怀疑他吧 总之呢 你以后替我盯紧他 但注意不要告诉任何人 好 我知道了 陆大哥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已经两天了 陆大哥后不会已经回大法寺 见师公了呢 陆大哥后不会已经回大法寺 以他这样的脾气 肯定不会回去 就怕他单独行动 一个人去找鬼子麻烦 那他就有危险了 陆大哥 陆大哥 你没走啊 是啊 我回来了 想告诉你件事 什么事 几时啊 队长他 赶我走 他是故意这么安排的 那天我走到半路 队长就把我给拦住了 他说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为了 让那个真正的内奸露出马脚 我就知道你不是内奸 你看 队长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吧 是啊 我错怪他了 我已经向他道过歉了 只是 我们还没有抓到真正的内奸呢 对啊 到底会是谁呢 我已经有怀疑的现场了 我觉得是海里星 这件事不管怎么样 我得追上下去 那我帮你 不用了 现在我在暗中 他在明处 调查起来比较方便 嗯 那我等你好消息 嗯 哦 香儿 我回来的事情 不要告诉任何人 嗯 我明白 小心点儿啊 小心点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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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今天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帮我看你 我就想陪着你嘛 讨厌 那你要是有任务的时候 可不能这么陪着我 我不管 我就要天天陪着你 嗯 柳辰 等抗战结束了 勝利了 我就和你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 过平凡的日子 每天上山 采药 魔药 配药 好不好 讨厌 谁又跟你天天在一起 哦 那算了 我找别人去喽 你敢 好好好 不找 我谁都不找 就找你 其实 我也想像你说的那样 能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是 我们首先得把日本鬼子 全部改成中国 那大人 哎 杜陵草好像不够用了 要不 你上山替我采一些 嗯 是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 是你 陆月威 你怎么还不走啊 没有查出谁是内奸 我怎么能走呢 陆月威 你不就是内奸吗 少废话 你老实说 鬼鬼祟祟到这林子里来干吗 我在给柳禅采药呢 给柳禅采药 谁信啊 不信算了 陆月威 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 你就是叛徒 还历清 怎么了 你还不走啊 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怎么了 你想杀我灭口 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 早就应该死了 好 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就凭你 怎么了 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 就算我打不过你 还有无影 老大 蔡彪 我就不相信他们 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 一直失踪 他没跟我联络 看来他真的想避开我们了 风头 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游击队的叛徒 我告诉你 中国人都是骗子 拿了你的金条 只会跟你玩失踪 好 现在我看你 怎么跟大作交代 中尉 你看这 不用理他 你继续联系海历清 中尉 我真不明白 我怎么还跟他联络 他这个人还能相信吗 上次我还攻打凤红山 若不是他出卖我们 我们早就得手了 你怎么能肯定 一定是海历清出卖了我们 大佐已经下令 攻打凤红山游击队了 海历清还是有点作用的 如果真的是他出卖了我们 我就把他的身份公开 到时候 就算我们找不到他 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他 我要让他知道 拿了我们皇军的金条 不会那么容易 你继续跟他联系 干嘛去 我出去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 活动活动筋骨 那正好跟我们一块去干活去 干活 干什么活 队长分布我们建一个秘密哨所 一块去吧 就是 多个人多个力 你去了我们就能早点干完 就是 柳辰 你去哪儿 我上生采药啊 直血散用完了 要是再不备一点的话 万一有队员受伤了 就没得治了 正好我的麻药也用完了 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好 李清啊 我说你小子 明显的重色轻有啊你啊 你们 别别别 我 你别解释 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上 对吧 成全你们 就是苦了咱哥俩啊 谁让我们命苦啊 走 好好踩啊 柳辰 我们走吧 嗯 太好了 这里有这么多草药 这下我就不用担心了 看你高兴的 那当然了 我们学医的 最怕就是无药可医了 哦 对了 最近你眼睛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哦 我没事挺好的 那要有什么不舒服的 要马上告诉我啊 嗯 一定 嗯 柳辰 我想要的麻毒花 这里没有 我去那边看看 哦 好啊 那你在这里等着我 好 我一会就会回来 嗯 谁 出来 谁 出来 好啊 老大 你跟踪我 是不是 连你也怀疑我 觉得我是内奸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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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安宁之日 所以 我想从身边几个弟兄 开始查起 别在意 队长 是不是也开始怀疑我了 千儿 看着你哥的眼睛 我问你 你是不是内奸 我问你 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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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特哥 你到底是不是 老大 我是清白的 当时他们围剿我们 是我第一个发现的 是我通知大家转移的 记住我告诉你吧 内奸就是陆有违 千儿 陆有违确实挺可疑的 但是咱没证据 要什么证据 要证明什么呀 在最近一次一次的行动暴露 就证明了这个 老大 你别忘了 队长跟陆有违一起撤退 队长受伤 陆有违却没事 这说明什么呀 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陆有违却 陆有违却 但这也不能算是正确 所以不能肯定 误以为就是内奸 好 好 随便你怎么说吧 你要查 就继续查吧 我海里清行得正 坐得稳 这样吧 老大 以后啊 你也别偷偷地跟踪我 有什么事 我一定跟你说 行了吧 聂队长 这事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 这事由你去办 我就放心了 那我走了 走好 等你好消息 好 何营长 队长 又有什么新的任务 没有 何营长知道 我们被围剿 过来威务一下 你放心吧 海里清 有任务 少不了你的 来三人 进来一下 好 真 Click subjective 次言 其 처음 我一直跟着情 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内鬼应该不是她 难道真的是陆有为 现在下结乱还为时过早 一定要仔细排查 这何营长来 是不是咱们有新的行动 对 暂时还不能宣布 一定得把这个内鬼揪出来 才能确保行动的成功 也是 这让小鬼的知道了 肯定会有防备的 这样吧 这查内鬼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好 你全全负责 看来现在队长和白色尔 都已经在怀疑我了 这几天 方导不见我去联系 肯定认为我要甩了他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万一他恼羞承诺 公开我的秘密 那就麻烦了 这条财路我不能失去 大把的金条啊 有了钱 以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但我要怎么才能让白色尔 不再跟踪我呢 咱们去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不知道秦若和陆有姑娘 踩得怎么样了啊 是啊 对了 利用他们了 我说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行 咱们回去 这不是海里星吗 怎么啦 诶 怎么啦 吴苹 蔡彪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是 秦儿 你有话你就说吧 你这 这不严肃干嘛 就是啊 什么事啊 我要走了 走 你要去哪啊 我要离开游击队 老大 老大居然不相信我 我就算留在这里 又有什么意思 不是 秦儿 你有什么话 你说清楚了 就是了 你把我们俩都口糊涂了 老大一直跟踪我 他怀疑我就是那个内鬼 我这么真心对老大 老大这么对我 你觉得我不难受吗 不是 我觉得老大呢 他们不会这样 当年 我们几个在凤凰山上立誓 说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现在算什么 我这么真心对大家 大家是怎么对我的 老大是怎么真心对我的 要不是我 那些鬼子 早就已经上了凤凰山 你们全部都已经死了 现在居然怀疑我是内鬼 这么不相信我 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你胡说什么呀你 我们怎么不信任你了 是啊 以前大家都误会你 胆小 自私 可这次你为了救队长 差点把眼睛都搞瞎了 你的勇敢大家都看得眼里 我们都很佩服你啊 是啊 静 我觉得吧 你肯定有一句话 没跟老大说清楚 你们把话聊开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老大不会这样 我们是兄弟对吧 对呀 我跟你讲啊 你肯定是误会了 那个 这样 乌营 咱们现在就去找白老大 给他说清楚 好 走 喂 你别去了 喂 喂 乌营 蔡彪 你们仨找我 有什么话说 哥 我们就问你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兄弟 这不是屁话吗 当然是了 那兄弟之间 是不是一定要互相信任 不能相互猜忌 否则就不能认他是兄弟 行行行 什么意思 赶紧说 哥 我不认为青儿是内鬼 我也不认为 我可以拿性命来保证 那我说青儿是内奸了 我也不相信他是内奸 但你怀疑过他 就是 要说聂队长不了解他 还有情可原 但是你就不应该了 他 告诉你们 咱们现在的队伍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情 咱们这队伍里肯定有内鬼 青儿和陆有为 大家都在怀疑他们 查一查怎么不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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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不要逼老大了 既然怀疑我的话 我就离开队伍 我也不想你们弄得不开心 中了敌人的计 青儿 别走 对 要走大家一起走 反正我也不想在游击队干了 行行行行 走走走 走走都走 怎么着 想走不想干了 青儿 我告诉你啊 你要走了你就是内鬼 这 这得查清楚是不是 哥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咱现在就为青儿洗脱原刑 反正 我觉得 这真正的内鬼啊 肯定是陆有为 咱们还是想办法查一查他 嗯 我 我们的粮食快吃完了 我想去附近的村落够粮 对 现在粮食是个大问题 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 根本就够不到什么粮食 是啊 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当中 有没有告密者 会不会出卖咱们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但是粮食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 队长 还是齐出险招 进城够粮吧 对 只要小心一点 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队长 让我去吧 我的身手您应该可以放心 即使被鬼子发现 我也能逃走 聂队长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陆有为 这功劳不能让你一个人 全抢去啊 你要够粮 那我就和你一块去啊 万一有什么事 也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啊 行 那咱们就一块去 那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 不要和鬼子起正面冲突 你们就放心吧 队长 走了 快去快回 走 走 走 Unlik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撞您 下回碰见得好好收拾收拾他 这种人就是瞎了狗眼 队长 咱们一会儿到那边去看 有什么好刀子啊 别动 别动 不动 不动 你没有软动 我就不客气了 队长 走 队长 抠手 站住 百类 百类 不但投靠日本人还欺负老百姓 你的良心按狗吃了 我认识你 你是游击队的 游击队怎么了 快尝尝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康城 你 你跑不掉呢你 我要跑 来人了 来人了 再叫 再叫老子把你舌头割了 不叫 不叫 好你个败 这么多钱 老百姓身上挂来的吧 不不不不是不是啊 不是 你 再让我看到你欺负老百姓 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这陆有为跑得还真快啊 哥 哥 我回来了 你们跟踪陆有为跟得怎么样 我跟丢了 跟丢了 你怎么这么差劲哪 不是 我开始跟得好好的 后来高翔出来了 我就躲一边去了 怕他认出来 我再出来陆有为就不见了 我哪知道他跑得这么快 这就奇怪了 你说你跟踪陆有为 这高翔突然就出现了 会不会是他发现你了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 这也很难说啊 这陆有为要想投靠日本人 肯定和高翔早就勾搭上了 狼狈为奸 他现在和小鬼子要接头去了 拉高翔出来当掩护 这很正常 是啊 他和小鬼子见面 肯定不会让人跟踪 我看哪 这个高翔出现是故意的 你们看 到现在还没回来 说不定啊 正和小鬼子联络呢 当时啊 我就说不进城了吧 他坚持非要进城不可 哼 说明啊 和小鬼子早就约好了 不就不行 我跟你说呢 啸子分析的有点道理 不过咱也没亲眼看着他跟鬼子见面 而且还出卖情报对不对 你怎么还帮着他呀 不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吗 我亲眼所见 陆有为就是汉奸 除了他没别人 证据 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反正啊 我觉得陆有为的表现啊 确实很古怪 肯定呢 就是 队长 有为 我把粮食买回来了 好样的 还顺利吧 一切顺利 陆上啊 我还顺便教训了一下高翔 什么 给 这钱是哪儿来的 好 从高翔身上拿来的 他那欺下老百姓 还敲下他们的钱 我实在看不下去 就把他拉到了僻静的地方 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还把他钱给拿来了 你呀 就是这冲动的性子 队长 您看这处理吧 不不不 这钱还是你拿着 改天到城里交给老百姓 行 你真的见到海里青了 是的 见到他了 算他失食物 知道躲不过去 他跟你说游击队在哪里了吗 说了 但他要亲自见你 说有个重要情报提供 见我 是的 他说这个情报很重要 只有见了你才敢说 海里青就是贪心 他就想拿到钱 他就想拿到钱 好